根据柬埔寨当地媒体的报道指 在柬埔寨的西哈鲁克港 也就是大家说的西港 27号上午迎来了100多名的中国游客 这是中国进一步优化了出入境政策之后 抵达西港的首批中国游客 好 你听到呢 柬埔寨的旅游部高官 是用中文迎接中国游客的到来 报道说 首批的中国游客是从云南省的昆明市出发 抵达了西港 柬埔寨的旅游部国务秘书和萨伦等相关部门高官 当天就在机场接机 此次也体现了中国游客对柬埔寨旅游业的重要性 据悉这一批中国游客在西港的国际机场 就收到了礼品带和印有柬埔寨国旗的图案 以及高棉特色的一些水布等等 此外警方也安排人员在机场进行了大鼓的表演 要热烈欢迎中国游客的到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